男人把女人灌醉 将她带到了无人的停车场 图谋不轨的男人 开始对女人动手动脚 不过她的推扫就要解开衣服 女人用尽全力反抗 删了她一巴掌 男人气急败坏地打了她 粗鲁地撕开她的衣服 就在这时女人闺蜜出现 她用枪顶着男人的脖子 威胁她放手否则就开枪 男人只好松手 但她不听劝还出言不逊 闺蜜一怒之下枪杀了她 女人看到闺蜜杀了人 下得赶紧去开车 抓紧时间逃离犯罪现场 两个女人开始了逃亡之路 开枪的闺蜜名叫小路 本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服务员 被灌醉的女人叫小赛 她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家庭主妇 在做事上明显不如小路 性格稍显软弱 她们本来过着无聊单调的日子 被工作和家务缠身的两个女人 不想再过这种憋屈的生活 被暴躁的丈夫随意呼唤 所以想趁着周末的时间 一同外出交游 好好放松一下 她们准备好了行李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临走前 她们也有所顾虑 毕竟外面的坏人很多 随身带一把手枪也不错 一切准备就绪后 她们高兴地上路了 一路上开车狂飙 享受着风从耳边呼啸而过 简直是人生的一大美事 当夜色降临 她们驾车来到了一所酒吧 小赛年纪轻轻就结了婚 还没有好好玩过 所以对酒吧中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更是对前来搭讪的男人 毫无防备之心 显然小鹿更有戒备心 知道来搭讪的男人不是好东西 但她不想让小赛扫心 所以暂时小赛和男人去喝酒跳舞了 随后男人就企图非礼喝醉的小赛 幸好小鹿及时现身救下小赛 但开枪打死男人后 很难解释他们是出于正当防卫 慌乱之下 他们只能先逃跑再说 男人的死很快就引来了探员 不过酒吧的女招待并不意外 因为男人臭名昭著 如今被打死也是活该 还维护了两个逃跑的女人 认为他们并不是凶手 出了这样的大事 两个女人的内心都很慌乱 小鹿打给男友电话后 又随即挂断了 因为他不希望男友担心自己 小赛打给丈夫的电话 却没有人接听 看来又是夜不归宿的一晚 他们只好先安顿自己 在一家宾馆住下 小赛累的直接瘫倒下来 小鹿对他的散漫感到不满 因为自己才为他杀过人 现在他却像没事一样 小鹿希望他想想办法 但小赛表示报警也没用 反倒先哭了起来 小鹿心软了 只好继续想法子 既然要维持逃亡的生活 就需要足够的钱 去银行提前肯定不现实 只能找他的男友借钱 他隐瞒了真相 男友虽然担心他 但还是按照他的想法汇了钱 随即两个女人出发去取钱 小赛还是没有任何主见 只会担惊受怕 小鹿实在看不下去了 要自己做主去墨西哥 开启新的人生 小赛还是犹豫不决 只好再打个电话回家 丈夫终于接听了 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怒吼 丈夫非但没有安慰他 反倒开始骂他 小赛终于意识到 丈夫一点都不关心自己 只是将他当成保姆 还贬低他最要好的闺蜜 委屈的他再也不愿意回家 终于鼓起了勇气拒绝丈夫 就在小赛挂断电话往回走时 一个戴着牛仔帽的大帅哥出现了 不撞不相识 帅哥开始搭讪小赛 不过经历了在酒吧的教训 小赛对男人变得警觉起来 他躲开了帅哥 回到车上补妆 但帅哥不依不挠 又来敲小赛的车 还声称自己是大学生 想要搭一波顺风车回学校 帅哥也看出小赛是傻白甜 使用甜言蜜语哄骗他 直到小鹿回来 帅哥明白他不好对付 变得退缩了 露出灿烂的笑容 和他们再见 小赛见帅哥走了 还有点不甘心 小鹿恨不得敲醒他 现在他们是在逃亡不是度假 不能随便载人 探员也一路追踪 找到了他们不经意留下的线索 亲自登门拜访了小赛的丈夫 他简直难以置信 毕竟平时唯唯诺诺的小赛 就是一个纯良的家庭主妇 一点都不像是会杀人逃逸的罪犯 没想到竟有这么大的反差 另一边正在逃亡的两个女人 开始了激烈的争吵 因为小鹿不愿意经过德州 那里有他不愿意触及的回忆 偶遇了帅哥 小赛不愿放走帅哥 向小鹿求情 看着这两人一唱一和 小鹿也心软了 帅哥在后座坐下 就和小赛开始谈天说地 不亦乐乎 帅哥高情商的社交能力 让小赛对他的好感倍增 不过当他们到达银行时 等来的是小鹿的男友 果不其然 见到了帅哥后 小鹿男友也萌生了醋意 帅哥很时趣地暂时离开了 看着帅哥背起包裹的背影 在大雨中远去 小赛还恋恋不舍的 但也无可奈何 他们来到了旅馆住下 小鹿如愿以偿地 收到了大笔现金 还被男友求婚了 但他还是无法告诉他真相 男友担心他一去不复返 所以一直在尽力挽留他 虽然小鹿很感动 但迫于要承担犯错的代价 不能牵连男友 他仍然选择了告别 小赛则听到了敲门声 只见屋外大雨倾盆 帅哥可怜巴巴地望着自己 他无处可去 只好再次请求收留 小赛哪里受得了美男计 更何况小鹿又不在旁边 他敞开大门欢迎帅哥入主 帅哥更是尽情发挥魅力 每两下就把小赛迷得神魂颠倒 乐得何不拢嘴 眼看小赛在自导自言抢劫的戏码 十分自然可爱 在帅哥的引导下 小赛不自觉地陷入了他的陷阱中 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真爱 第二天的小赛春光满面 来到了餐厅 高兴地和小鹿分享自己征服帅哥的快乐 但小鹿呆住了 小鹿意识到不对劲 急忙要赶回房间查看 如他所料 帅哥已经卷走所有现金 人去镂空了 看到男友寄来的心血 复之一句 小鹿痛苦地抱头蜷缩起来 弄杂事的小赛只好安慰他 但小鹿显然意识到麻烦难以解决 没有钱继续逃命 车子可能没有汽油 他们也可能挨饿 没有钱住宿 不过小赛变得坚强起来 将小鹿拉走上路了 只见他来到一家超市 按照帅哥昨晚给他演示的抢劫步骤 赵猫画虎地进行抢劫 成功地唬住了所有人 回到车上的小赛笑容如花 仿佛刚刚做了件伟大的事 小鹿再一次被傻白甜吓呆 从前懦弱老实的家庭主妇 竟然摇身一变 成了坦荡的抢劫犯 就连探员都看得张大了嘴巴 他们一路驾车飞驰 开始尽情放飞自我 探员很快找到了更多的线索 暗途索计找到了帅哥 其实探员也清楚 两个女人杀人情有可原 但有了帅哥半路捣蛋 骗财又骗色 很可能将他们推上不归路 走向极端 眼看帅哥还想装无辜 狡辩自己没有偷钱 探员更是直接上手拍他脑袋 探员也是正气领员 斥责帅哥的不仁不义 不仅不懂得帮助女人 还非要把人家逼入绝境 在追问之下 帅哥终于说出自己知道的信息 让探员去墨西哥找他们 逃亡中的小赛又打了电话回家 不过一听到 丈夫对他客客气气的语气 小赛就把电话挂断了 因为丈夫一定是被探员监视了 才会一反常态 他们又重新上路 却被警车追捕 原来只是罚超速了 可能会没收驾照 这下就不好办了 小赛头脑一热 拿着枪指着他 还好心叮嘱他要对自己的老婆好 抱着头求饶的制服人员 自己乖乖地进入了车的后备箱 就在他们上路时 一个油罐车司机对他们出言不逊 他们决定不再忍受 好好教训他一顿 司机还以为自己走了桃花运 高兴递下了车 小路先让他道歉 但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 司机转身就走 小路直接子弹上膛 先把他的车轮开打爆 然后小赛也端起了枪 一起把他的油罐车给打爆 眼看火花四季 油罐车爆炸很快引起了观众 他们在所难逃 警车大范围地围捕他们 眼看就要走投无路了 在悬崖边上 所有的枪支都对准了他们 虽然探员在为他们求情 但遭不过犯下的错事太多 他们被最后警告 但他们不愿意回头 继续屈服 大不了就是一死 他们义无反顾地开车冲向悬崖 双手紧握着对方 就像一路上陪伴对方那样 他们是自己的英雄 这就足够了 eas明显炉了 这就足够了 这就足够了 不必不解的